花莲市公所22号中午洗开十桌 邀请到荣民长辈、荣券还有荣辛志工等多人 一起来提前围炉 市长温家贤也向长辈们拜年 并且提醒大家 整个疫情还在持续升温 请大家务必要落实防疫措施 花莲市公所洗开十桌的爱情年菜 在22号中午送到了荣民服务处礼堂 让独居的荣民爷爷奶奶们 提早享受围炉氛围 花莲市长温家贤及市民代表杨哲峰 也到场向长者们提前拜年 那今天也要谢谢荣服处 我们罗处长 那还有我们荣服处的所有的员工 跟荣辛志工 那过去对于我们荣民北非的一个关心 还有照顾还有访试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也特别邀请一些我们的长辈 一起来做相关的一个围炉 那花莲市公所也特别的 也跟我们所有的荣服处的荣辛志工 还有一些荣民北非报告 我们花莲市公所有食物银行 未来如果有需要的部分 也可以到花莲市公所 来领取相关的生活物资 荣服处在参会中也邀请 长青书画会理事长唐大黄 协同多位老师现场辉豪宋春 让来参加的荣民长者 荣眷及荣辛志工们 都能感受到浓浓的年节氛围 希望大家透过春联这个辉豪 以及还有荣辛志工的意见 让大家在过年之前 能够感受这个节庆 虽然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 但是来参与的 这个苏苏伯伯们 长辈们 非常的踊跃 我们今天也非常开心 算是说一个 为劳我们的荣家子弟 眷属这样子 给他们一个新年 一个喜气 可以有春年可以贴这样 有鉴于近期新冠疫情 看市升温 市长魏嘉贤也提醒大家 即便已经接种疫苗 防疫措施还是不可少 他除了向张哲们拜早年之外 也宣导市公所的福利政策 欢迎有需要生活物资的 弱势长者 都可以迁往花莲市 爱花莲食物银行 申请领取 新年快乐 记者徐立芹 花莲市报导